三届TVB是第一拍港剧患上抑郁症,和老婆冷战半年,差一点离婚。 为人父母,压力最大。一方面,要为经济稳定而工作。 另一方面,两夫妻一起养育儿女都要经历重重难关,就这样生活不易,但总得是要挺过去的。 曾因拍港剧患上抑郁症的三届TVB是抵郭晋安,就挺过了一些难关,值得很多人去借鉴。 郭晋安和欧倩怡,是TVB的一对模范夫妻,老公赚钱养家,老婆一心读书,向夫肖子。 2006年至今走过12年,在外人来看这就是一对林飞文的好夫妻,但其实背后他们也都经历过冷战,差一点走到了离婚的地步。 事情是这样的,有一个故事。 2016年,郭晋安主演的港剧《致命复活》播出,剧中他饰演了一个被困山洞十多年的尖角,是一个走火入魔的悲情角色,角色演得不错,备受观众认可。 但原来,这类角色不容易演。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,郭晋安长期处于酝酿悲伤、孤独的状态,在工作外也是如此。 有很长一段时间,和老婆女都不说话,欧倩仪也不敢打扰她。 但就这样影响了她们的家庭关系。 长期不沟通,导致郭晋安和老婆欧倩仪没了话题,形成了长达半年的冷战期,濒临离婚的状态。 但幸好,最终郭晋安走出了阴影,2017年努力修复和老婆的关系,和儿女交流也变多了,家庭关系现在趋于稳定。 现在,郭晋安一家生活乐无忧。夫妻关系趋于稳定,经济基础也变得越来越扎实。 入行已有33年的郭晋安,现在手上持有价值过亿的物业,这些都还在生殖中,也是预留给将来长大的儿女的。 同时对于儿女的教育,郭晋安和欧倩仪都一直很用心。 多年来,欧倩仪一心相夫教子,早早讲儿女教育好,送入国际学校读书。 时不时给子女报一些补习班,成长路上欧倩仪就担任了一个虎妈。 而郭晋安,则是一个辞妇。 日前,难得不用工作的郭晋安,开车带着两子女出去逛街,带她们出现在香港街头闹市里,给她们买鸡蛋再吃,和她们有说有笑,让人甚是羡慕。 拍着两部港剧患上抑郁症,TVB男绿夜姓北女友不离不弃走出难关。抑郁症,是最恐怖的。 很多人都觉得情绪不定的人,是因为矫情。其实不是,也正因为太多人的不理解,所以有些明星最终有了离开这个世界的念头。 这不是什么大病,患上抑郁症的人,要是得到了开导,最终都会走出难关的。 就好像黄德宾一样,幸运如他。 作为前TVB男绿夜,大家都熟悉的了,在TVB港剧中混了好多年,但始终都是一个小配学,男绿夜一枚,很爱演戏却没机会上位,也就因为演戏太过投入,因这两部港剧患上了抑郁症。 Tai and Woody,因是进播港剧名字就不打出来,你懂就好。 当年黄德宾和林宝怡,陈豪和演了这部争议性很大的港剧,至今已成经典,十大超神港剧之一。 在剧中黄德宾是演了一个很矛盾的角色,因为善良和邪恶相冲,导致他终日酝酿在角色中,不能自拔。 在街拍完这部后,接住又参演了港剧《新战》,在剧中饰演男主角陈豪的心魔,代表着邪恶。 同样因为泰国投入,一心要演好这类义正义邪的角色,导致情绪一度陷入迷茫,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情绪低落之中。 但幸好,黄德宾身边有一个跟随他多年的挚爱,黄美恩,这个2000年初就和他交往,低调相恋至今,最近正是不如婚姻殿堂了,因为在他身边那么久,对他也是最了解,就因为有黄美恩,黄德宾才一步步走出了抑郁症的难关。 黄德宾曾说过,如果没有他,他可能走不出。 和黄美恩相处多年,黄德宾表示两人一直处于尊重、信任之中,虽然他一直都没有大红大紫,但黄美恩始终不离不弃,今年39岁才和他结婚,可以肯定往后余生,就这么更定他了。 我觉得黄德宾,实在是欠他太多了。 那么以后的演艺人生,黄德宾就请好好对待这个早康之期吧。 TVB是帝拍港剧被安排大量动作戏,想借位拍导演不愿意,唯有真做。 但TVB是帝作为专业演员,这样的场面虽说早已见多不怪,但总会害羞呢嘛。 下图,这一幕你会想到什么呢?别误会,这是拍港剧中的一个花絮照,并没什么大尺度和低俗的场面出现。 事情是这样的,今年8月TVB公布了最新一部开拍的港剧《杀手》,由TVB是地理要强,陈豪,搭档李嘉欣,龚嘉欣,江美宜出演,剧集阵容强大,备受娱乐记者的关注。 因为是动作类港剧,所以剧中会涉及大量的动作戏。 剧直,在开拍中的港剧《杀手》中,李耀祥是饰演一个过气的职业杀手,和江美宜有感情线。 而在江湖上,则是和龚嘉欣饰演的新一代杀手,赖永轩成为了拍档,所以李耀祥和龚嘉欣,在《杀手》拍摄的过程中,是有很多对手戏的。 早前,两人对手的花絮照曝光。 可以看到,在夜晚里香港的某一处街头上,TVB港剧《杀手》剧组正在拍摄中,龚嘉欣和李耀祥正在上演一场场连环的打斗戏,怎么看都觉得非常精彩。 排练时做了预热。 开拍后,龚嘉欣一脚踢到了李耀祥身上。李耀祥倒得后,龚嘉欣依然没放过他。 原本是一段很正常的戏,可这时候就来了一段尴尬的戏份。 那就是其中有一小段,剧本是这样写的,李耀祥在和龚嘉欣打斗的过程中,有意外凶袭的镜头,啊。 好尴尬啊,本来,李耀祥跟《杀手》导演说了,这段戏能不能直接世界未来拍呢? 尽量不会碰到TVB人戏花旦龚嘉欣的敏感部位,毕竟这样也不好嘛。 可是导演觉得这样不真实,容易被观众看出是穿帮的。 所以李耀祥在无奈之下,唯有认真起来,真真实实地拍了这一段戏份。 结果呢?导演似乎还是坏了,这一段戏份,前前后后,不同角度,总共拍了16。 Take的镜头。 当然,最终还是顺利拍摄完成了。 只是对于李耀祥来说,哎,这并不是一个愉快的经历啊。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啦,作为TVB是地理耀祥,是出于对女演员的尊重,所以能不演这些戏就不要真做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